记者谢君临台北报道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等5人 为了抗议立法院二修劳基法 今年1月在总统府前进食抗议58个小时 涉嫌违反集会游行法 警方上月将5人含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检察官经首度以被告身份传唤黄国昌等5人到案 黄并称无怨无悔 作为一个法律人 他尊重程序 但即使再发生一次 他还是会站在总统府前为全国的劳工发声 徐永明说 极有法是恶法 蓝绿都有修法共事 当年赖清德担任立委时 也曾针对极有法禁制区域提案修正 洪子雍则表示 极有法已藏在立法院太久 为了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 机会自由 呼吁在立法院的同仁赶快修法吧 今年1月立法院临时会处理劳基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黄国昌等5名时代力量立委反对修法 5日下午破坏立法院一场门锁 用铁链将自己反锁在一场内 但遭民进党立委突破 黄等5人随后撤出一场晚间转战总统府前静坐 近视抗议 台北市警局则是针对总统府周边道路扩大管制 实力立委占据总统府前长达58个小时 辖区中正义警分局一共举牌7次 1月8日凌晨4时时 警方举牌命令解散被拒后 展开柔性加力行动 顺利将四名立委劝离府前现场 并撤除围离巨马恢复交通 实力立委徐永明被警方 带上救护车就医检查 临场所及洪子庸也到医院检查 至于黄国昌则表示不需要就医 但他愿意上警备车跟参与抗议活动的同伴一起 说需要上这户车的是台湾的人权法制 警方调查后 认为实力五名立委已触犯及有法 先在2月5、6日两天 传唤五名立委道案接受调查 但黄国昌等人拒绝道案 表示检方传唤他们才会出庭 而后警方又在2月12日 二度传唤五名立委道案 说明但五人仍未到案 警方依法完成传唤程序后 2月12日将五人依违反及有法 韩颂北检侦办